嘿 大家好 我是MNike 叫A夢或E夢 那今天我們來簡單的看一下學院專武 學院這兩支的專武在台版是12月14日下午4點開放 也會有復刻池 但是這兩支都是常駐角 可以濃HARD圖濃出來就好 如果你是客家的話是絕對不考慮抽的 那首先先來講一下學院幣的部分 學院幣的專武能力給物攻跟物爆 這兩個數值你可以升滿當然是最好 但是學院幣不是一個主力輸出的角色 所以你只穿一等差別是不大的 看你的資源有沒有辦法投資在這個地方 那技能的部分原本的一技是以敵人守衛為中心 展開一個持續造成傷害的範圍物傷領域 那敵人身上如果有毒或者是猛毒的話 會增加這個領域的傷害這樣 那專武之後除了原本有毒的時候的傷害增加以外 還會再追加這個物理破防的效果 這邊比較需要注意的是 他的這個一技物理破防的效果是只有8.5秒的 跟這個傷害領域的時間是一樣的 那一般的破防小招都是給12秒 那大招呢基本上都是16秒 唯一比他短的只有升月啦 升月是8秒這樣子 可是公主後來越來越少做這樣子8秒的東西啦 大部分都會做.5秒 因為公主的這個Tick計算的關係啦 所以你射8秒的話會導致說 有的時候會跳7下 有的時候會跳8下這樣子不穩定的狀況 多給這個0.5秒到8.5的話就是穩定的都會跳8下這個樣子 那這個是他專武強化的部分啦 那雪原畢這個角色的定位其實完全沒有改變啦 他就是一個站在克總身後的物理破防角色 在聯盟戰的時候我們很常會遇到說 需要用克總坦或是需要用六星的0去坦的時候 那物理破防呢這個雪原畢就會是一個還不錯的選擇 他上了專武之後因為他的專武並沒有非常大幅度的強化 只是在他基本他能做到的事情上面做一些小增強而已啦 所以他的定位是完全沒有改變的 之前可以使用雪原畢的場景呢 現在也都是可以使用的 那之前不能用的呢現在也還是不能用這個樣子 那這個情況會一直持續到之後出魔法莫妮卡跟這個聖誕酒鬼這兩隻角色 因為這兩隻角色他同樣也是站在克總身後的物理破防角色 所以要等那兩隻角色出來之後才會稍微影響到這個雪原畢的定位啦 但是雪原畢還是不太一樣 畢竟雪原畢他UB會破防嘛 然後兩招小招也都破防 所以整體的破防效率 破防的量還是稍微多一點的 跟那兩隻角色的定位稍微有一點不太一樣 所以雪原畢的專武如果你是一個專門打聯盟戰的朋友的話呢 至少要穿上一等這個樣子 那再來呢是克羅伊的部分喔 克羅伊的專武能力呢給物攻物爆跟TP上升 那TP上升給蠻多的 加上克羅伊本身的TP上升還蠻低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想要把這個角色派上場使用的話 專武還是生滿會好一點 那技能的部分呢原本的遺技是使受到自己攻擊的單位獲得畏懼上限66層 並且增加自身的物攻12秒 那他的遺技就是開局的時候會開一次啦 然後給自己一個攻擊的時候會讓敵人獲得畏懼的效果 那之後呢就是指揮普攻跟2技這樣 那升上專武之後呢這個畏懼的上限層數會變成99層 而且呢增加自身的物攻的量會增加 然後呢時間也會增加變成180秒 也就是整場這個樣子 那這個畏懼再改成上限99層之後呢 在疊滿的時候2技的強度其實是還蠻高的 克羅伊的2技呢是有傷害的然後有破防這樣子 他的那個係數會來到一個比較誇張的數字以小招來說啦 但是呢他還是存在著兩個問題 以至於這個角色還是蠻倉管的 第一個問題呢是UB不吃畏懼喔 也就是說你的UB就真的只是拿來疊畏懼的層數而已 因為克羅伊的UB段數非常的高 他就是拿來疊這個畏懼的層數 那疊完之後呢你不如就是多放幾次2技 就是用UB去把普攻斷掉然後多放幾次2技 2技的傷害還比較高這樣子 所以這個算是一個比較可惜的一個點啦 如果UB有吃這個畏懼 然後UB的傷害可以再高一點的話 也許不會有今天這麼的不堪 那第二個問題呢當然就是暖機的速度啦 類似這樣子的暖機角色目前都不強啦 像切嚕也沒有很強 暖機的速度太慢了 而且在打聯盟戰的時候 他暖機的那個技能2技就是會破防的 你到底是要多配一點破防好 讓前面的破防漂亮一點 但是後面浪費克羅伊的破防 還是反過來讓前面的破防醜一點 然後後面呢克羅伊的破防會剛好 其實都很尷尬啦 整刀打起來的傷害都沒有辦法很漂亮 他本身的破防需要暖機 暖機太久了 再來呢他的這個本身的傷害量又不夠高 以至於這個角色專武之後還是偏倉管啦 好啦今天簡單的介紹一下這兩隻角色的專武 簡單來說呢 學院幣的定位是完全沒有改變的 克羅伊也完全沒有改變 結果還是倉管 但是我這邊要特別提一下 因為台本的專武比較早的關係 所以克羅伊有沒有那一個奇效的用法 可能性是有的 我這邊要強調一下 他是有可能會有奇效的用法 或者說特定的BOSS可以派上用場的場合 他不是百分之百完全廢的那種狀態 只是稍微有點尷尬而已好不好 好那今天呢就是介紹這兩個角色 希望都可以幫助大家更了解他們的專武在幹嘛 以及分配自己專武聲的順序啦 那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